戴资颖和伊瑟农在场上拥抱瞬间 过往交手点点滴滴 在脑海中瞬间浮现 戴资颖奥运最后一战 对上的是多年老战友 也是多年好友 泰国选手伊瑟农虽然赢球 但马上忍不住泪水 坚强的戴资颖终于溃提 这一幕太催泪 泰国媒体也问伊瑟农和戴资颖 拥抱时说了什么 伊瑟农回答他说了 我很高兴还可以再和你一起比赛 随后他也在IG发文和戴资颖说 你一直都是我的镜子 希望你可以早日康复 并且希望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你 好感情令人动容 戴资颖姐姐说 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 打到伊瑟农也算是 一个还蛮不错的结局 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在赛场上 命运纠缠了这么久 对最后这一场战役 可以跟伊瑟农对上 就是刚好 让他可以在这边划下去的之后 好好的休息 这次戴资颖在移动回球 都能明显看出非常吃力 拼尽全力 最后19比21 15比21 落败结束了奥运生涯 戴伤上阵的他 不想让大家太担心 就连最亲近的姐姐 也没说太多 忽旧的部分吧 因为可能就是也知道 他有伤势 所以就会在看到他 要去救球的时候 会稍微比较 有点小激动 就是也怕他救下去 会不会变得更严重 就是会像这样 呃 奥运前五个月 戴资颖也曾和姐姐一起出席活动 谈到小朋友 还有可爱互动 也能感受到家人对他支持 戴资颖姐姐透露 小戴家庭聚餐时 吃饭没什么意见 很配合大家 姐姐也说赛前 最希望他不要再受伤 现在只希望小戴好好复原 恢复健康 就是家人最大的愿望 也不想玩弄 喝不到